海贼王,没有把戏的设定,仅靠普通的制斗,战斗场面会是什么样? 众所周知,海贼王的打斗场面一开始以恶魔果实的精彩表演为主,当然,其中还有一些人不依靠恶魔果实也有超高的武力值,比如三刀流的锁龙就是一个例子,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海贼团中的成员也是单纯依靠武器战斗的狠角色。 随着海贼王剧情的发展,恶魔果实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,后面更是直接引入了各种霸气,来为剧中的人物战斗增色。 但是海贼王如果没有霸气这一设定,单纯依靠恶魔果实能力和武力值来进行制斗,会不会就没那么吸引人了? 有人认为霸气的变入其实就是一种斗力的形式。 毕竟恶魔果实的能力各不相同,并不是所有的恶魔果实都拥有强大的破坏力,有的甚至用于变身或者伪装,所以恶魔果实的能力更多的是用来斗智。 但是,海贼王毕竟是一部热血动漫,就像火影一样,即便忍者的战斗,很多时候都需要头脑来分析,可是无法否认的是,火影当中也有着绝对的力量碾压,比如查克拉以及血迹线界的力量。 所以,缺乏霸气的海贼王战斗体系,也许根本无法支撑海贼的世界观。 而且如果没有纯粹的力量较量,海贼之间只是进行制斗的话,或许露飞就不是今天看到的露飞了。 而海贼王这部动漫也就不再是一部热血冒险的作品,而是成了各个海贼团勾心斗角的战争动漫,这样一来,颇有三国演绎的味道。 当然也有人觉得,如果不引入巴西而单纯进行制斗的话,战斗说不定会更精彩一些。 毕竟恶魔果实也有一些暴力角色,并非单纯斗志。 这一点可以观看陆飞早期的战斗,在陆飞,刚刚出海的时候和其他海贼进行决斗的时候,很多时候都谈不上斗志,而是直接以力量取胜。 但是如果陆飞在战斗的时候能够多一点分析头脑,不要一味地输出全靠后,获取海贼的战斗场面会更有趣味性。 而且,恶魔果实之间的较量本身就是吸能力的较量,拥有恶魔果实能力的一方,往往会通过破解另一方的能力,而战胜对方,这也可以是一种斗志的过程。 因此,海贼王的战斗场面完全可以不依靠霸气,从而实现去卫性和精彩性。 而霸气的引入往往,会让很多角色的战斗力崩坏,如同火影后期,什么战斗经验,分析头脑,在绝对的力量优势面前都是浮云。 若海贼王没有霸气的设定,仅靠普通的制斗,战斗场面会是什么样?不过,客观上讲,单纯的制斗其实和动漫的热血很难兼容。 火影当中也有不少制斗的场面,可是这些角色的战斗最终都输给了依靠勇气和热血的名人。 因此,在保留制斗的过程当中,主角拥有一定的热血,是必不可少的。 因此引入霸气,往往可以更加突出这种热血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